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问说 股方部5点钟开记者会 可以问一下说 到底要一句情姿 要演到何时 股方部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结果最后在央视宣布以下 是6点钟正式结束 早上自由时报一打开 还说半天的演习就结束了 其实算一算 大概是13小时 那么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联合利剑圆满结束 其中这第二次 因为有5月的时候是 A的演习 就是联合利剑B的演习 那么特别强调说 联合利剑圆满完成了 那把这个 包括了演习 从头到尾都有直播 还有这个战区的各种规划图 统统公布给外界 那我们的很多的民意代表 或者绿色的侧翼们 他们怎么看待呢 那要怎么认为 我们准备好了吗 那其中像这一位就直接说 从共军演也结束了 我怎么没有感觉 或者是又快又没感觉 晚餐都还没撕 就结束了 甚至我们的立委王定宇 他还是国防委员会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中共军演不到一天草草收场 台湾正好演练了 所有反制作为 请问我们做了哪些反制作为 一般民众有没有收到任何的警讯 通知或者是演练 万一 万一真的有导弹射击 会影响到我们航班 或者是我们民众的 民兵 民力 或者有任何要演讯的内容吗 没有 没有感觉 发布了很多影片 例如发布国防部 瑞渊无人机 升空监控的画面 那么还说 F-16战机以狙击手 来舱 来锁定中国大陆的航母 辽宁舰的各种画面 锁定歼15 表示我们有准备 而且锁定之后 也都掌握了这些军舰跟航班 他们的位置 但是在民众的心理上 是真的无感吗 昨天股市还上涨了70点 王浩宇甚至说 军演军方大胜 国军大胜 大胜什么 多驾解放军机遭国军战机锁定 急忙逃离附近空域 这样的说法 大家民众怎么看 亮哥是直接取笑 这个叫做渔民 听听他怎么说 你还在跟我们讲说 他就是 那是假军演 拜托 我们这个政府 如果对军事 可以渔民到这个程度 你民进党不是最抗中保台的吗 人家就已经开到你家门口 在收集你所有的军事情报 你都说这个没关系 股票还在涨 笑死人了 这一次连潜艇都出动 民进党一些军忙 就军事白痴 他就说 钱你来我又没看到 所以我们不怕 马照跑 舞照跳 股票照涨 你继续去跳 有这么幼稚的一个政党 今天掌握旅中 在美国的学者 他是说美国参议员 跟学者很多人很惊讶 那么台湾对于民间 没有任何的警讯 或者这个动作是 5点人家开始宣布演习 8点才有这个 国安会议 晚上5点才有国防部会议 他们认为这个反应 让美方觉得不可思议 但我们自己人 很多人特意觉得 好棒棒 好厉害 那同时还有一件事情 是当这个公布的图对岸 把台湾化成了一个 巨大的爱心 这样围下来 那中共还已经喊话 叫做海派甜心 巡航都是爱你的形状 不过这个爱有点无法承受 大家当然感受不会太好吗 那管碧琳立刻脸书就回击了 13小时连发两篇 他7点52分其实也是在演习结束 臭发的牢 他就说海巡双十庆典前 就专案部署了 我们都在掌握当中 甚至国庆当天忙着 救中国大陆落海的船员 不要抹黑海巡 因为当时有传到一些什么 海巡人在睡觉 什么国防反应慢等等 这种讯息 他就特别在演习结束 才说话 不然中间是没有发任何的讯息的 然后后来第二篇在说 挑选行为激起了国际社会 对台海的这种共同关切 相信包括以美国 日本这些为核心的 印太自由开放联盟 会挺我们的概念 是吗 当然不知道 像这种国防部睡觉海巡喝酒 主要是这个问题 在调查局也跳出来说 有这种假讯息要查办 好 两岸如果真的要这样兵凶战危 今天看到南北韩都在互轰了 我们也要这样子互轰 或互相的攻击 造成了战场吗 全民是不是要上战场呢 上次赖总统曾经公开喊话 明年开始会准备40万的名利 这当然是讲给美国老美听的 说我们有在准备 这40万的名利有哪些人呢 内政部宣布说 近期网路很多流传讯息 在混淆 名利跟民兵不一样 名利是不会上战场 主要是自救 互助 协制救灾 像什么慈祭什么 通通不是都要上去吗 并不会参与任何军事武装的作战 真的吗 你可以选择吗 如果像乌克兰此刻 他可以选择几岁的人 或什么身份别的人 上不上战场呢 那么当然今天还有个最新消息 传出来说 高中生也要填一个表单 同意青年要服军兵役 服勤吗 因为一旦到了战时状态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规定下来的话 连高中生也要加入整个战局 去参加后备工作 结果教育部长澄清说 没有这个表单 没有这个规划 但我们人人都应该要 全民国防 人人有责 这个是教育部长正应要说的 所以到时候 如果就算你没有填这个单子 要上战场 不管高中大学 也都是刚好而已嘛 就教育部的看法嘛 那么不只军事上 外交上两岸之间是卡死 当然立法院预算现在也还卡死 那连外交也是这样吗 APEC过去我们好几次派代表 在蔡英文总统的任内也有啊 那这一次说要派出前副总统 陈建仁 2024年的在秘鲁举行的这一场 立刻被回绝了 当过去是台积电的张忠谋出席的时候 还得到蛮高的一个接待欢迎的 但这一次要派成建仁 到底是秘鲁就直接否定了 因为秘鲁跟中方关系当然很好嘛 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压力否决呢 那当然这显然也是各种外交 或经济对抗的一环 兵哥看到这绿色车衣们 大家自嗨 对我们的国防准备演习的轻忽 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标准的商势喜办 人家无预警的说我们要军演 人家就开始军演 就把我们附近的海空域全部封锁 然后他高兴什么时候军演就军演 他高兴什么时候结束就结束 我们是完全被动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严肃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然后结果你们嗨成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在嗨什么 讲的一副好像是我们大获全胜 对方被我们打得抱头鼠串一样 问题是从头到尾是我们在被动 人家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我们除了在那边看着 其他什么事也不能干 这样对我们是有利的吗 我就想问一些这些人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昨天人家来了 光是解放军的军舰来的17艘军舰 海警也来了17艘 总共34艘 他海警分成四个梯队 请问一下我们有多少军舰上去对峙 你能够一艘接一艘吗 如果一艘接一艘的话 我们所有舰队要全上了 是这样吗 我们有多少艘船 大家要不要去算一下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他来了150架次的军机 请问一下我们在空的F-16 跟幻象2000有多少架 你能够监视几个区域 我们的瑞渊有几架 所以你们在开什么玩笑 这对我们来讲形势非常严峻 然后拜托我们新引进的夹舱 确实是很不错 因为它是F-16V专用的四型夹舱 它可以减少很多阻力 而且不太容易被侦测到 可以缩小它ICS 可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你以为它锁定了吗 它只是看到对方而已 如果锁定你以为是这种反应吗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锁定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懂 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 我们就是对方显然 他根本没有在防你 他就是废在你面前 我让你拍 其实摆明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做我的演练 我也不在乎你看不看 这表示对方根本不在乎我们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反制手段 我就想请教一下 他现在今天这样来了 假设他三天之后再来一次 假设他一个月之后再来一次 请问一下从这个裴洛西来到现在 我已经问了两年了 请问一下我们到底 要如何去应对越来越严峻的态势 人家这一次军演 直接沿着你的24海里线 我们现在不敢讲24海里线 直接告诉你这叫应变区 你在应变什么 24海里你有什么好应变 他只要一开始攻击 就直接打到你家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 结果你们讲了一副好像 无所谓 没事 对 台湾昨天股市还上涨 大家生活也没有受到干扰 其实你知道吗 这是更可怕的状况 这代表我们都已经麻痹 所以当我们全部都习惯了 只有一天他真的打过来的时候 就问一下我们怎么办 我小的时候 可能我年纪比较老一点 我小的时候 其实台北是常常发空气警报 每次只要一发空气警报 大家要把灯全部关掉 所有人都在那边等 那个时候其实老共的飞机 是不可能飞到台湾来 那个时候整个台湾海峡 滞空权是在我们手上 那未来可能要回复到 四五十年前那个时代 我们随时都要发防空警报 而且人家这次可能是真的来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去面对这个状况 政府打算怎么样去因应 你管碧林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请问一下 以后人家现在中国大陆很明显 他就是要直接在台湾海峡周边 甚至我们的东岸 直接行驶管辖权 他以后可能真的会对 经过的商船这些 直接登舰做检查 海巡昨天讲 如果你们敢登舰检查 我们就阻止 讲得很好 我欣赏 请问一下怎么阻止 你船比人家小一大截 你船数量也比人家少 你有什么办法去阻止这件事 你要拿出实际的对策出来 不要只是嘴巴会讲而已 那至于你要组织40万可靠名利 当然我早就说过 这是为了应付老美 可是问题来了 你不要欺骗百姓 将来一旦发生战争 这些人怎么可能不上战场 你不用上 因为战场就你家 你连上都不用上 你直接就在战场上 加萨走廊联合国 救援人员不是一样被以色列人打死 你以为救援的人就没事 你以为后勤就没事吗 所以不要再自欺欺人 不要再骗国民了 如果真的形势如此严峻 就告诉大家真的要发生什么事 是 汉廷 我觉得这个事 在危机意识的概念上 如果真的赖政府 要把大家带到这么兵凶战危的时候 要民众怎么看待 民众就当作没有发声 舞照跑马照跳 假装没有 我们一切在掌握中 这样就够了吗 难道不应该有应变的演习吗 王定宇说我们都有演练反智 那个智可能是智商的智 真反智 当初隋朝在灭陈朝灭掉 陈后主的时候 就靠的是所谓的假军演 当时陈朝觉得我们有长江天险 隋朝马照跑 陈朝舞照跑 这个舞照跳 马照跑 对吧 哪一根扫把也要硬干到底 结果当时隋朝的两位大将 贺若碧和韩清虎 怎么样呢 就是两军对峙 各自安营扎寨寨的时候 隋朝的大军 动不动就给你搞演戏 说我们要出征了 一开始陈朝的军队很紧张 每次隋朝有行动 他们就集结 准备要打 结果发现对方就闹一闹 休息了 三番两次之后 陈朝的军队就 没事啦 没事啦 对方这就是演演戏 将来啦 结果就趁着过年的时候 隋朝大军南下 彻底歇灭陈朝 所以当台湾在觉得 你看大陆这个是纸老虎啦 这个就演演戏啦 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尤其到明年 肯定会变成例行性军演 对吧 那未来就变成联合利剑 2025 搞不好又有ABC 比如说 那赖清德元旦要讲话 520要讲话 双十要讲话 所以搞不好就有三场 那么当赖清德说 朝野要团结啊 对内竞争 对外团结啊 鬼话 第一 以在野党的立场 当民进党呢 是追杀柯文哲 追杀谢国梁 当然没杀成 过去斗臭韩国瑜 斗臭侯友宜的时候 请问 这难道叫做善良的竞争 正常的竞争吗 用司法的手段 用网军造谣攻击抹黑的手段 这难道是正常的竞争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凭什么现在在野党 过去被你们攻击成这个样子 现在还来求团结 凭什么 第二 以普通台湾老百姓的立场 不懂什么是台独 对政治也不太懵懂 那是什么概念呢 政治的本质就是增进人民的生活 请问赖清德讲两国论搞台独 到底对台湾人民增加了什么利益 没有啊 人民的观点很简单 民进党跟共产党吵架 不要影响到我嘛 对不对 那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不吵架 我们可以正常做生意 换成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吵架 而且让我不能做生意 让我和平没有了 就影响到台湾老百姓了 所以很简单 民进党跟共产党吵架 不要牵托到普通的台湾人 今天赖清德最可恶了 民进党就是在炫发 哎呀我们同岛一命 错 我们只是跟民进党生活在同一个岛上 不代表我要跟民进党共同承担他的业障 个人造业个人丹 民进党跟老共打架 台湾人要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影响到我 如果影响到我怎么办呢 那就是在你们打起来之前 先把民进党给下架 先把赖清德给下架 赖清德说我们要守护民主自由啊 没错可以啊 但是不要守护民进党 保民主自由 不保民进党 再来第三 正在中华民国的观点 赖清德是台独分子 跟我国家认同就不一样 那我凭什么 要去跟台独分子团结 听台独分子指挥 服从台独分子 然后帮台独分子上战场 最后为台独牺牲呢 所以根本就没有和赖清德团结的道理 只有下架赖清德的道理 委员主席我们在节目上 你再问一个问题 假设像这海巡 在海峡相当接近的位置里头 万一登船领检的时候 他主张主权的时候 发生这种事的时候 怎么办 那当时 大家都说要看民进党政府 可以怎么做 当时管碧琳完全都没有出声 到演习结束出声 感觉很硬 可是其实我们要问的只是说 万一真的发生冲突 甚至是战事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办 那个时候管碧琳 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就好像人性一样 你越是心虚的人 你讲话就会越大声 然后你要是人过得越不好的话 你的脸书 你的IG就会呈现出 更非常丰富的 还需要别人看到你好 这就好像是我们 但是真的越有实力的人 他其实就是低调的 做他该做的事情 你不用讲那么多 你回到我们日常生活 看到人性就是如此 所以你今天对于中共的军演 我说实在 我最近过去20小时 我接到我非常多国外的好友 学界的朋友告诉我 国外被我们担心 你没事吧 我说我们没有事 但是我个人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所以我们在智库里面 其实也做了非常多 观看每一个细节 我也很惊讶 我周围的人都觉得很没有事 我们是觉得 这个东西是非同小可 为什么 你看辽宁号 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军演 而且这样巡海的一个军演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的 绝对不能小看的 而且你看我们的海景 那个中国大陆的海景 是跟着加入 海景通常都是说近海的工具 这次一起加入这个过来 它代表什么 其实某种程度大家分析 它也是要演给美国来看 它也要测测美国的一个水温 看到我们这样子 就台湾目前为止 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美国除了出口来做一个谴责 你不应该因为一个国庆的演说 造成这么大台海的影响之外 我们也想看看 美国在附近南海周围的这个部分 它的军舰船只 到底有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造成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模拟 或者是一些防卫 那很显然 大家只看到中国的海军 产见出他们一些 比较强大的一个肌肉之外 那台湾是不是有做一些 所谓的反制呢 那这个反制的部分里面来说的话 可能国防部会告诉你们 一切都在我们的监控当中 所以呢 因为事情都没有发生 所以你也不晓得 国防部是不是做了哪一些事情 都是我们赢了啦 那他也会告诉你 所以你看看 不管是王浩宇 王定宇 这个姓王庚宇的 反正他们就这两个王跟宇 出来这样去讲话里面 就印证我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你越是不了解状况 你越是透过很夸大的言辞 来不断地坚定自己的信心 而真正是有实力 真正在做事的人 他是不会做那个 但是我很担心 万一大家的这个 全民的这个防卫的机制里面 全部都是存在于 我们都没事 真正的 高中生呢 高中生也要 高中生的这个部分里面 而且你不要忘记 还有加了一句话 当很多学生问的时候 老师还告诉他 这是打仗的 网路上还有说 老师说是打仗 教育部虽然做了一些的澄清 可是这样的表格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 厘清一下 这种表格写得这么清楚 到底是这个表格从哪里来 你不能只是否认 告诉我说 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员 但是你告诉人 我们要做这些后勤 高中生能够做哪些的后勤 你光是做这个后勤 跟这个东西有关联 跟这个军有关联 全民防卫有关 你就要让所有的家长给吓死了 教育部是不是也应该 好好来做一个澄清 所以美中共管这个关系 然后我们只能听另行事 我们的命运 到底是谁决定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